目前巫统主席阿莫扎西的贪污失信案已经宣判表罪成立 那很快的他的命运会如何呢 因为很快的阿莫扎西会进入这个抗辩阶段了 前律师公会主席杨颖波在接受八点罪热报访问的时候就解释说 大家要注意表罪成立的意思 就是被告他希望他要求案件停止审讯的这项申请被正式驳回 但是这不表示他已经被法庭定罪 表罪成立和罪名成立两者是不一样的 所以阿莫扎西现在他依然保有他国会议员的身份这个资格 如果全国大选在他定罪之前举行 就是说如果他最终被定罪 但是在定罪之前举行的话 他依然是可以上阵的 至于被宣判表罪成立之后 对于他的政治生涯会有怎样的影响 政治学者潘永强就认为 尽管表罪成立 那会对阿莫扎西个人的形象还有公信力 会有一些不好的影响 他的公信力会受损 但是未必会影响到他政治上的地位 他认为政治从来就不是讲正义道德操守 只是看那个人如何操弄各种权术来达到政治的目的 他就提了前首相纳吉作为一个例子 他说早前纳吉是已经被法庭定罪 但是在特定的群体当中 他的声望反而是更高了 高庭才觉 巫统主席阿莫扎西贪污失信案表罪成立 这暂时还不会影响扎西的国会议员资格 但如果现在全国大选突然降临 他能不能出战呢 前律师公会主席杨应波 在接受八点罪日报访问时 透过音频检视 表罪成立不等于法庭 已经判扎西有罪 所以他依然保有国会议员的身份 如果大选在他定罪之前举行 他也可以披甲上阵 今天法庭的判决只是说 莎莎的表罪成立 并不是说法庭已经判他有罪 所以他的国会议员的资格 没有受到影响 也不会影响到他在来届去竞选国会 后后当然也要看他有没有上诉 而且在上诉的期间 如果罪名成立之后 他得到一个暂缓令 就不会影响到他的议员的资格 法庭已经定下审讯的日期 杨应波表示 根据法庭程序 扎西三月底必须为所有表罪成立的 47项罪名出庭自变 并提供有力的证据来证明自己没有贪污 下一步的程序就是说法庭需要扎西去通过他的律师自变 也就是说要拿出一些证据 为什么他不应该被判有罪 或者拿出一些证据来证明说 控方的证据有某些疑点等等 总之阿末扎西接下来的命运会如何 还需要法庭进一步审判 不过政治学者潘永强受访时认为 尽管表罪成立这项裁决 会使扎西的个人形象和公信力受损 但却未必会影响他在巫统党内 或者国内政治上的地位 因为政治人物的影响力 从来都不取决于他们是不是正义的代表 有没有符合道德操守 好比如纳吉即使被裁定有罪 他依然可以在国内政治博弈里头 玩弄和操纵权力 最终达成他的目的 当然对他的形象 公信力 或者是道德基础来说 肯定是一个打击的 但是我们不要忘记 你看这个Najib 他是判刑之后反而声势更高 因为目前我们是处于一种 政治权力分散 或者是政党破碎化的一个局面 任何政治领袖 要掌握一定的支持 都可以在这个乱局里面 发挥他的一些影响 或者是具有那种勒索能力 尽管扎西表罪成立 但是潘永强认为 以伊斯麦沙比里为首的巫统部长帮 现在并不会贸贸然施压 或者逼扎西下台 因为巫统的掌舵地位 还是掌握在纳吉和扎西派系手中 如果他们两人在这个时候动手 触动闪电大选 那么得力的依旧是掌握提名大权的 巫统当权派 尽管阿曼撒西是表面罪名成立 其他阵营也不见得要在这个时候动手或者是逼他下来 因为其他派系也没有足够的实力或者力量 现在其实大家都是处于一个恐怖平衡的状态 况且从巫统部长派 他们其实也不希望太早举行大选 目前这个形势之下 如果巫统还没有举行党内选举 掌握党的控制权的依然还是阿曼撒西跟纳吉 那么这个时候举行全国大选 提名权还是在巫统当权派手中 政治学者潘永强认为 只要阿曼撒西一天还没有被法庭正式定罪 那么他在巫统内部和国内的政治博弈上 还是握有一定的谈判筹码的 尤其在政党林立的眼前的局面之下 所有政治人物的权力基本上现在是分散的 所以不管是纳吉还是阿曼撒西 尽管他们的形象或者道德正当性 会因为官司缠身或者可能未来不知道会不会被定罪 而因此受到冲击 但只要他们还有一群死忠的拥护者继续支持他们 那么这两人的政治影响力还是不可以低估的 再加上阿曼撒西现在还可以利用他的身份 国会议员的身份或者巫统主席的身份 积极笼络更多的自己人 这样一来他在政坛上暂时还是能够继续存活下去 甚至有机会大反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